嗨大家好,我是比利王! 亞洲與美洲的上海Major RMR賽程已經結束 這次的賽果都還算是在預料之內 雖然可能在BO1中偶爾會有暴冷 但最終的晉級名單中都還是合理可接受的 亞洲這邊是有Lemongolz、RA跟FlyQuest三隊晉級 而美洲賽區則是經歷過了一次瑞士輪的循環賽 選出了七支晉級隊伍 傳統強隊Furia、液體、Complexity都是有通過考驗 而根本他跟Major表現相當不錯的南美隊伍 也是有佔據了四個名額 而我這裡也就先不講太多 之後還會出完整的一個長片 來跟大家好好介紹這些晉級隊伍 有一個比較有趣的數字是 在美洲賽區中合計53張地圖中 一直被大家所詬病的Vertigo的出場次數 竟然出乎預料的與阿努比斯比列第一 均出場11次 看來大家都是有在藏招的 而歐洲區會有什麼有趣的BP 就讓我們繼續看下去吧 那今天話不多說 就來瞧瞧這兩場矮麻有什麼精彩鏡頭吧 本部影片感謝Skin Club贊助播出 遊玩開箱網站最擔心的就是機率會不會被偷調整 而Skin Club有著透明的可憐真公平性 是基於隨機數生成和密碼學來確保的公平性 並且也提供了過去遊戲結果的檢查 跟相關的數學公式 讓每位玩家都是在平等的狀況下進行遊玩的 如果你真的選擇要開箱的話 這可能會是你一個好選擇 最後還是提醒大家 無比年滿18再嘗試開箱 你要知道開箱永遠都是-EV 的選擇 那廣告結束 整編即將開始 第五名我們看到來自Nons 戰隊 在Mirage Eco局的精彩表現 他們在對上Bestia的BO1中 比數4比0落後被迫只能騎小槍跟道具 這時他們扣了一個非A2樓的經典戰術 選擇四人集結 一人在A面負責丟道具 可以看到隊友總共丟了兩顆煙霧給他 這把有趣的是他們選擇是在第二時間點等對方丟完道具之後才爆彈推進 而煙霧的Line-Up並不是常見的瘋跳台連結過點煙 而是A2樓玩家丟一顆CSA特有的瀑布煙 必由A面的Jr補齊長短箱以及跨過吃井家的過點煙 讓隊友可以在進攻時毫無顧忌的直撲井家 而這個戰術來得非常之快 配合之好打了個Bestia措手不及 並且在裝包之後 繞後的Lucha被Jr抓掉之後 這個回防就幾乎是不可能了 這個提速快攻打得相當漂亮 但Nons戰隊還是吞下了敗仗 最終0-3在美洲瑞士輪被淘汰出局 FALLEN一把大局正穩軍心 率領黑豹殺入Major 在FURA對上9Z的殊死戰中 來到了Tour Dust2雙方比數10比8由黑豹領先 這局我們直接快轉到1分鐘 9Z扮起小強道具 一個假打中轉B後 直接全員5人集結直衝A小 而FALLEN一把大局在A大作陣 先是乾淨俐落地收下二人後 丟顆掩護煙霧並搭配一顆火 拖延對方的進攻節奏 還很穩地後車到廁所家居等對方犯錯 果正就先收掉了對方想要反清A大的一人 並再迅速地一槍將下包的Max擊斃 而最後一人DGT雖然對槍贏了Uri 但下場就跟其餘隊友一樣 被FALLEN的大局用彈夾內的最後一發子彈收下 成功拿下ACE 這次黑豹的晉級 也讓FALLEN的Major參加次數來到了16次 相當不簡單 Casarato是在這位置正卻 FALLEN 立大局 FALLEN FALLEN 把的初 他先收起一座 FALLEN 一隻大局 這是一座 濃高 FALLEN FALLEN RESSEO FALLEN 悪者 FALLEN 重點 FALLEN FALLEN 第三名我们来看到是Zacker与Pain Gaming两者在国民地图杀2 在前期中门的争夺上一些别出心裁的操作 首先是Zacker在下半场由于手枪局杀了三人并且还拆到了包 让自己的经济达到了4850 是可以在第二局就起一把大局AWP 而他这时是选择了先买大局 并且再购买了一个50元的幼儿弹 在回合开始后丢出 再选择退款AWP买下更稳的M4A1 这一操作幼儿弹是会持续发出他丢出的瞬间手持枪支的声音 所以在中门时会持续有AWP的枪声 也让强气鸟居的对手不敢自一探中哪资讯 真的是相当聪明啊 画面一转来到了Pain Gaming对上9Z的对局 双方长枪局 9Z一如多数的队伍选择在开场就封了一颗中门烟 但其实这都全在NQZ的预料之内 他们选择了一个双架 再配合下方的队友不断的射击烟雾 利用子弹在CS2的特性是可以推动烟雾的 使得狙击手是有些微的视线是可以看到中原的 并且在队友子弹的耗尽之际 成功抓掉一名敌人为队伍拿下开场人头优势 应此成为队内大腿 以一打四受下Ace 在FlyQuest对上GR的淘汰赛中 双方来到土耳比数11比7由FlyQuest领先 这局双方长枪局 可以看到前期FlyQuest就给B包点很大的压力 只是Dexter单走的太深直接先被抓掉 后续的队友都还太远 小黑屋的支援也还没有赶到 不久后续的碰撞全途都在交战 一阵交换之后就只剩下小黑屋中的Ince存活 虽然快速换掉了Ronnie 并且还掏出手雷炸死躲在包点后的残血敌人 但是依旧还是一打三的局面 这时的他身上还没有炸包 就索性绕了整张地图一大圈 捡起包后又再次回到了小黑屋中 而且还很巧妙地避开所有的敌人 让他可以火烧连接后果断下到的包 后续的三局可以看到他选择重新躲回小黑屋内 先是非常精准的一个探头收下一人 转头再去连接大步推进的敌人 两颗精准的暴头让情势立刻反转 最终他选择一个绝佳的timing 干拉收下残血的最后一人 太帅了 最后我们就来欣赏一下本次成功晋级Major 夺下贴职的RI在关键2打5的局面 卡泽战了出来参写多下Ace的精彩镜头吧 据到Ace的救护它全都 正在这里 正在现在 他们想禁止那森 他们知道他们有数据 但他们不希望两颗颜色被剩下 直接被卡泽战了 他们不能禁止那森 每次他们遇到卡泽战 就只是另一颗中的眼睛 以上就是本节的五大精华 而影片制作不易 还请订阅并给我一个小小的赞 都会是我持续制作的最大动力 那我是比利王 我们下次见 拜拜